9月9日一山东兄弟 唐 王维 9月9日在中国传统上来讲 它是一个节日叫重阳节 什么 一般是在秋天重阳节 这一天是一个节日 他为什么会回忆起他的一些兄弟们呀 因为过节了 他在诗里面会说到 为什么都过节了 就会想起自己别处的亲人 我们看一下这首诗吧 你能读一遍吗 读在一乡 唯一课 每逢家节 被私轻 摇之兄弟 登高处 便差 诸与少一人 是的 是的 看他这就说了 独在异乡 他不在自己的家 让他去别的地方了 所以呢 他在那个地方 他是一个客人 因为这里并不是自己的家 所以啊 每到了家节 就是刚刚过节了 中秋节啊 重阳节 这一天就重阳节 备 就是家备 就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乡的那些亲人们 嗯 摇之兄弟 登高处 重阳节 因为是秋天 所以一般呢 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去爬山啊 爬到高处去 所以他就知道自己的兄弟们在 重阳节这一天 肯定会去爬到山的高处 便差 诸与少一人 重阳节的时候 除了爬山 他还有一个习俗中国人 把这种草 叫猪鱼草 这种东西 会插在自己家的门上 哇 这种过节的习惯 就是 是他们那块 本身是要 要这样做的 有这样的习惯 所以就是说 重阳节到了 兄弟们去爬山了 然后呢 还插猪鱼了 就是这种过节的这种活动 但是呢 唯独少了他自己 因为 王维 我 他不在家乡 没办法跟亲人们兄弟们 一起去 呃 做这些过节的活动啊 什么的 是的 嗯 就 很想念自己的 家里人吧 但是他为什么不是在家呀 嗯 可能出去 做官了呀 或者是出去 嗯 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事情 嗯 总之他不在自己的家乡 嗯 王维还有一首诗叫什么 有点过 画 软弹山有色 我们路过的 对 那是王维的 还有一首王维的诗很有名 红豆深南国 那我也知道王维发几支 是吧 骂呀 嗯 王维也是很会写的 想想到那首诗我也想到了一件事 想到那件事又想到那件事 想到那件事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好的 你想的事情真多 嗯 王维是唐朝人 然后他的老家是 河东浦州 现在叫山西运城 祖籍山西 嗯 但是他为什么这里译的是山东兄弟 可能他那边正好有 之前有特别好的朋友在那边吧 只能这么理解啊 对吗 嗯 还有说这个王维他是信佛教的 他是精通佛学的 你知道什么是佛学吗 不知道 是布达 就那个 嗯 光阴 他们都是属于佛教中的神 对 嗯 然后王维呢 他是很精通这些的 所以他写的诗都是比较宁静的感觉 没有特别的 嗯 我怎么来说呀 你看 即便他是在怀念自己家乡的兄弟们亲人们 你听起来也还是蛮含蓄的在说这个事情 没有感受到特别多的愁苦 嗯 这只猪鱼草 哇 挺好看的 哎 是不是那种小小的圆颗粒呀 是 所以他那个当时他写的那个相思红豆是南国 称来发几只 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猪鱼上的那个豆豆也是红色的 所以他当时说的那个红豆是南国是哪一种豆 那这首诗我们就说到这里 希望有一天也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嗯 嗯 ok 一会你这首诗你准备是超写一百遍 还是默写一百遍 你就是好吗 哇 我给你介绍一下大家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哈哈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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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希望观众人开着愈多见你继续吧 我们先开始了 Peace 谢谢 谢谢 本来 vamp �雀 已经 魂了 今天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